所有的掌柜们都退了出去 明清达偏着头 饶有趣味地看着一直未动的那位掌柜 轻声说道 我知道 他们都是被你劝着来的 招商钱庄的大掌柜温和笑了起来 并没有反驳这句话 明清达眉头微皱说道 说吧 你想要什么 都是在商界浮沉了无数年的老狐狸 从这一年与招商钱庄的配合看起来 明清达心知肚明 这位从不出名的钱庄大掌柜 当年也一定是一位狠角色 此时所有闲杂小瞎都走了 二人说话便直接了许多 明清达清楚明家向招商钱庄 一共掉了多少银两 如果招商钱庄先前也加入到 逼债清盘的队伍之中 明家也只能去卖田卖房 就算此次支撑下来 家族也会元气大伤 而对方竟然一直沉默到现在 那肯定也不会是来看明家笑话的 一定另有所求 而以招商钱庄手中握着的那些借据 确实已经有资格从明家手上要些什么 大掌柜微微一笑说道 明老爷子 我家东家要与您合作 合作 明清达的眼睛眯了起来 韩光一放即脸 钱庄与商家合作是怎样的合作呢 他闭目沉思片刻 轻声说道 不行 不行这两个字虽轻 却是掷地有声 不容人质疑 大掌柜似乎也没有想到 明家会如此直接的拒绝 微微一正以后 依旧是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不行 也要行 明清达猛睁双眼 用一丝怜惜与不懈的目光盯着掌柜 冷冷的声音从牙缝里渗了出来 你是在威胁我 不敢 只是一个请求 明清达再次陷入沉思之中 他没有去问对方威胁自己的平视 这一年里向招商钱庄借了不少钱 这就足以让对方说话有了几分底气 大掌柜不急不缓地说 再商言商 如今的局面 明老爷您也清楚 如果我钱庄平条索银 明家的周转马上就要断了 您拿什么去供内裤的后续银子 那位小贩大人 可等着您拿不出银子 就可以断了您的行东路权 明家虽然富庶强大 可是这皇上的身份总不能不要 内裤流出的银子不能不要啊 明清达沉默了下来 知道对方说中了自己的要害 明家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流水周转已经见有干枯之相 调音调器上写得清楚 没到时间 你们一两银子也别想拿回去 事到如今明清达依然没有一丝慌乱 因为他有足够的底气 不料招商钱庄大掌柜微微一笑说道 哈哈 谁说不能拿回去 调器上写着 若钱庄愿意潜水驾出气 您就必须在五日之内还银 这官司即便是打到京都去 也是我赢 您哪还是必须还银子 潜水驾 明清达猛的一下站了起来 疲惫的面容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压低声音阴沉赤道 你疯了 你要损失三成 如果真的不能合作 就算损失三成的银子 我们钱庄也要请您提前还银子 明清达冷冷地盯着他 似乎是想判断对方究竟是不是一个疯子 稍稍放缓了一下口气说道 真这样做 我们明家大不了卖田卖地 也不是还不了你 可是你们钱庄的损失可就大了 这正证明了我方的决心和诚意 我家东家一直在做钱庄生意 但对于贵国的商贸十分有兴趣 他是一位有野心的人 愿意和您这样的当事豪杰合作 所以请您务必赏面 明清达缓缓坐了下来 他终于想明白了 原来招商钱庄的东家 早在一年之前就想借由借贷的关系 加入到明家的生意中来 这个局设得太久远了一些 你家东家是谁 协议达成之日 东家定会亲自上门来拜谢明老爷 可如果我真的不想怎么办 明清达已经回复平静 淡淡说道 打官司也好 我明家一路奉陪 不过这些银子嘛 总还是可以拖个一年半载的 真的能拖吗 御前官司只是笑话 一庆律 民生疏首三条 大人应该明白 民间借贷官司 顶多能打到江南路亚门 打到薛青大人面前 您确认愿意这样做 明清达当然不愿意这样做 朝廷对于自家已经虎视单单了一整年 如果碰见这种官司 一定会想方设法的阴死自己 没想到招商钱庄将所有的后路都已经算到 将庆国朝廷与商人之间的争执 看得如此明白 明清达的手指微微抖了一下 盯着这位大掌柜 老累的心在咆哮 这是一个阴谋 一阵急久的沉默之后 明清达有些疲惫的说道 你家东家想怎么和我合作 债底银转股 大掌柜干净利落的说道 东已去 春未至 昨夜一阵寒风掠过 明园墙外那出生的心嫩青鸭 顿时又被冻死了 犯着不吉利的惨白 明清达微微闭目 他早就猜到对方会选择这个方案 而且抛雀家族被算计的屈辱不严 如果招商钱庄的东家 真的入了明家的谷 双方抱成一团 资金会马上变得充裕起来 以后的发展不可限量 甚至连东已成和太平钱庄的脸色 也不用再看了 明清达的心情略和缓了一些 斟酌片刻以后说道 要多少 三成 大掌柜松了一口气 抬起脸温和微笑道 全部的三成 由官府立弃 死弃 明清达将将采好了一些的心情 马上陷入了无穷的愤怒与嘲讽之中 他望着大掌柜轻蔑地说道 三成 你家东家是不是没有见过世面 区区四百万两银子 就想要我明家的三成 大老爷误会了 全部的三成是指明家的骨子 总量并不包括朝廷里那些贵人的干股 我们家东家虽然有野心 但也没有这么大的胃口和胆量 明清达冷笑一声 长公主与秦家在自家里的干股数量极大 如果说他们的三成是包括了这个干股的数量 那倒真是好了 看他们将来怎么死 然而对方要其余的三成 这个数量也极为过分 他冷漠开口准备送客 不值这么多 明家富甲天下 手握江南不尽民生 两天万晴 房产无数 这区区四百万两银子 当然不值这个数 而且死一时比一时 现银这东西和资产并不一样 同样是一两银子 在不同的时刻 却有不同的价值 这四百万两银子 若放在以往 只不过是明家一年的现银收入 当然抵不上三成的骨子 但现如今 明家正缺流水 需要现银救急 我家东家入股之后 自然会大力提供银钱支持 这四百万两就代表了更重要的价值 如今换明家三成股份 并不贪心 老爷子也是明白人 当然知道 我家东家喊的这个价 已经算是相当公允了 明清达沉默片刻 知道对方说的是实在话 姿势体大 我虽是组长 也不能独断 我要再想想 他端起了茶杯 招商钱庄大掌柜 与他身后的年轻人 告辞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